蓝台悲剧再次上演 赵丽颖溺水显身亡 芒果台义方独大 只手这天 明星上综艺也是提高知名度的一种方式 只不过也不是每当综艺都会为艺人的生命负责 当赵丽颖还是个小白时 曾经参加过一期跑男 游戏开始后 赵丽颖直接被扔进了水里 不懂水性的人在水中很难保持平衡 赵丽颖只能一边挣扎 一边大喊救命 可疑的是 现场将近上百人 数十台摄像对着台子上的几位跑男成员 却无一人看到水中苦苦挣扎的赵丽颖 视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正看距离赵丽颖仅仅只有一米远 却根本毫无察觉 可能是蓝台的一贯作风 大家都觉得节目组是为了节目效果 才不去实施救援的 毕竟在场数百人 怎么可能无一人看到赵丽颖身出险境 对此有人是这样说的 说白了 就是因为那会赵丽颖不太火 人家才不重视 如果赵丽颖的地位如同现在一般 不等赵丽颖呼救 就会有人将她救起来 而游戏输掉的赵丽颖可能也没想到 仅仅是录制节目 也能一直差点丧命 而有人却说赵丽颖是幸运的 至少人没事 同样是去录节目 所有人都能回家 高丽颖却再也回不去了 2019年11月27日 高丽颖在节目中的最后一句话 只有四个字 我不行了 随后便再也没有站起来 而节目组人员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抢救 反而是摄像老师上间查看 并持续拍摄 最终错过了黄金四分钟 确实 高丽颖的悲剧是大家永不共睹的 蓝胎不重视安全隐患 只顾这节目效果 才导致了后来悲剧的发生 到事情发生后却还百般推脱 高丽颖是身体状态不好 其他艺人连续好几天通宵录制 爬楼速降玩得可刺激了 如果说高丽颖的身体素质确实不好 那么拳王邹世明呢 奥运冠军李小鹏呢 两位都是专业运动员出身 在参加这档节目时 也是累到需要吸氧的地步 吸巴蓝胎历年综艺 原来早在2013年蓝胎的某档综艺 就出过人命 4月19日晚 施小龙在场内训练 所有人都在看着施小龙 没人注意到施小龙的助理 是怎么一不小心掉进了水里 得有人发现时 助理彭佳玄已经沉入了水底 而节目的负责人 在接受采访时却说 并且成员内部确实存在 管理问题和疏漏 可是管理出现问题 需要用生命去买单吗 凯尔没过多久 溺血事件便再次发生 只是这次的主角赵丽 十分幸运 仅仅在水中挣扎了一分多钟 就被身旁的工作人员拉了起来 不过 既然连散的悲剧 并没有引起重视 蓝胎这些年来热衷做综艺 为了博取热度 经常让嘉宾玩一些 伤机身体的游戏 有网友说 蓝胎吃这么多馒头 也不怕噎死 真没人性 为什么明星还要挤破头参加 如此卖命 是因为片酬高吗 高以翔卖命 都要参与录制的 综艺片酬有多高 其实不然 在他参加追我个节目时 仅仅是因为好友邀请 只收取了66万台币的友情价 然而 以往他录制节目的酬劳 大约在100到150万台币 只是无论多少片酬的背后 都伴随着高额的违约金 因此 他只能身不由己 卖命地在夜晚录制节目 考以翔的离世 给蓝胎当家主持人 华少敲了一记警钟 有传闻说 华少有离开蓝胎的念头 但是想要离开蓝胎 华少将会面临 高达八位数的巨额违约金 而离开蓝胎后 也不能保证 事业一定能得到飞升 况且家人都在浙江 离开了浙江 能去哪儿 所以当舆论漫天飞时 华少虽然有苦难言 却也发问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在常人看来 八位数的违约金 已经是一笔天文数字了 但是在别人眼中 可能也就是个小菜而已 2008年12月31日 是芒果台最屈辱的一天 在跨年晚会的压轴环节 众人等来的不是 灵奇界快难冠军陈楚生 而是何炯 谢娜 汪涵 曹颖 想急了赶鸭子上架 四位芒果台的主持人 一边手忙脚乱地同观众互动 一边声音地唱着 记不住歌词地常回家看看 而台下的观众 也对这几人尴尬的表演感到疑惑 直到好好的一场直播晚会 在尴尬又慌张中草草收场 这一幕再算是结束了 此时的芒果台上上下下 所有人都只有一个疑问 陈楚生哪去了 彼时的陈楚生早已溜至大吉 在距离跨年夜仅上23分钟时 他十分韧性地留下了一封信 和这一烂摊子后就消失了 被放鸽子的芒果台自然也不是好欺负的 于是便联合天鱼对陈楚生全面封杀 当天鱼一指诉张将陈楚生告上法庭 要求的支付227元的天价赔偿金时 陈楚生才慌了 因为一时的冲动 背上巨额违约金 实在是得不偿失 而年少轻狂的后果就是 事业受到了影响 业界众人的橄榄枝也纷纷收回 直到多年后陈楚生才给自己了一个交代 莽果台从开始就一家独蛋 看谁不顺眼就封杀谁 比如在《我是歌手》中 因为节目要求换歌 邓子齐不同意 之后总导演洪涛说 不换歌就换人 从此邓子齐再也没有出现在湖南卫视过 而韩庚只因被问及了敏感话题 他的经纪人便一气之下出口成脏 使得节目录制不换而散 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湖南卫视有韩庚的身影 只不过芒果台是业界内的大拿 与一人计较也有失丰度 当这些惨遭封杀的一人与芒果台提出和解时 也是得到了较好的回应 虽然能崇上芒果台 只是新鲜血液不断涌入这个行业 这些老艺人也只能沦为新鲜的垫脚石 除了为新人造势 就是为新人造势 这些年 芒果台素来以综艺出名 现在却被报综艺即将停播 究竟出什么事了 湖南卫视综艺半边天 多档综艺宣布延气波 是艺人出问题 还是卫视要整改 三圈隐患这方面 除了蓝台 就是芒果台问题多 在出发把爱情中 吴京和邹世民砍桌子 可能到剧组准备的是 从两元店买来的斧子 两人的斧子头都飞了出去 其中一个斧子头 直接飞到了无精脚上 高能少年团第二集中 杨子要按照节目组的要求 在冰天雪地里 光脚站在冰上吃雪糕 靠着损害他人健康来博取热度 这种节目不停播 还留着干嘛 其实综艺停播这件事 早在去年就有了迹象 去年 先是连载了24年的快乐大本营 突然停播 然后呢 是开播14年的天天向上 也在今年的10月6日宣布改版 紧接着 中餐厅的官方账号也发布了延期播出的通知 一连多个王牌综艺的停播 引起了众人的好奇 这几段综艺可是芒果台的门面呢 怎么会说停就停 大家还没吃明白这个瓜 就有爆料 芒果台的所有综艺节目将在10月停播 接下来那些暂时还活着的综艺 也会宣布停播通知 有人说 节目停播 是因为快乐大本营热衷于追捧韩国小鲜肉 献函另一出 使得这个节目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加上主持人收粉丝礼物 买房票单 涉嫌嫖娼出轨等一切的公关危机事件频发 才不得已进行下架整改 有人表示 芒果台的剪辑是最出身入化的 像10个人剪成8个人 好意剪成恶意 愤怒剪成耍大牌这种事情 对芒果台的后期制作组来说 简直是信手拈来 因此造成了大批观众粉转路 芒果台是在重新做整改 为了就是重新赢的观众 此话并不无道理 可停播下架的真正原因恐怕也只有官方清楚 其实不仅综艺有争议 单看电视剧也是一个大问题 还记得当年那部雷人的电视剧 《落跑天心》吗 剧中的女主被人同批演技差 像个智障 后来才知道女主并不是真的傻 而是导演故意让这样演的 贵点就是彭宏 陈祥 吴亦等 这些从快难拖延而出的新兴艺人 而此次的停播传闻 下风买房跳单开庭 加上前不久才平息下来的汪涵身上的争议 很难让人不怀疑 整个芒果台需要整改的不是综艺 而是主持人的作风问题 作为业界大拿 芒果台对于受众群体的影响十分大 不能传播正能量的综艺节目 是必要做出调整 不是吗 是主持人的作风 感谢观看